24史最后一部是什么? 24史最后一部是《明史》 《明史》共332卷 是一部纪传体段代史 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 红武元年至明司宗朱有简 崇祯17年时期的276年历史 在24史中 《明史》以编转得体 材道详实 叙事稳妥 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 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 24史 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24部史书的总称 24史总共3229卷 约有4700万字 24史继续的时间 从第一部《史记》 继续传说中的皇帝起 到最后一部《明史》 继续到明崇祯17年止 前后历时4000多年 用统一的本记 列传的记转体编写 24史的内容非常丰富 记载了历代经济 政治 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 等各方面的事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